字幕提供 喂,你為什麼要照鏡? 剛好在整理你開園的玩具 你又想看? 這是玩具 對 照鏡子 我們叫環境豐富物 這個始終是人工的地方 豐富了環境 就會令他開心一點、輕鬆一點 你有不同的時候 去圖片一些不同的玩具 給他玩 他就可以 今天有照鏡子 漂亮嗎? 梳頭 雖然他們的手比較好 但又可能明天有 不如今天還有運動打籃球 不同的豐富物 不同的刺激物 都會令到他 有不同方面的學習和成長 好像這個玩具一樣 其實它是一個水瓶 但你看到裡面 其實有些小魚在 他們的手這麼短的怎麼說呢? 我們見過 他有些將它按進水底 入滿水 然後用嘴倒轉頭 頂著它 這些魚有重量 就會掉出來 一條條掉出來 就會在這裡摺 哦 其實玩具的意思 除了真的輕鬆玩 如果可以多一個學習的元素 就會更好 看看他們吃不吃到魚 嘩!吃光了! 好厲害 看完海豚 不如去看看大熊貓的玩具 你好,Donna 你好 現在在準備一些 環境豐富項目 讓樂樂和蓮蓮玩 這裡有一個 就是放這裡的水果粒 進去裡面 掛在樹上 讓他們想想 如何把水果粒拿出來吃 紅球掛在樹上 但蓮蓮好像沒什麼興趣 對呀 只是坐在池邊 不斷吃粥 你都沒有理過紅球 吃完 還起床走去 咦!他又出動找食了 似乎發現寶藏了 但是掛到這麼高 伸到手也不夠長 要想一下辦法 對呀 就是用力爬上樹 那就拿到食物咯 其實訓練完 花盡心思去設計玩具 就是想動物做一下運動 身體好些 自然病毒都少些 它們都可以回家 增車 這瓶裡面 可以做一些 帶點快樂 年更多的 回來 我們可以在一起 開水平 味道 垃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